邵培園的英文教室基本单字P&T61期 我们记单字要这样子记 我们看看这一集十个单字 它的一个结构 像Bellyac 它比较单纯 一个磁性一个意思 Bellybutton也是简单 Belong也简单 Belonging也简单 因为这一集都比较简单 Belonging是稍微麻烦的 因为它是机器词 有好几个意思 然后另外它也是副词 所以这种就比较麻烦一点 意思比较多一点 Belt它两个意思 Bent有好几个意思 稍微有点复杂 Bent就是更复杂了 两个词性很多意思 Benease也是复杂 Beneficial简单 所以我们要有个概念 就是我们其实英文 我们这边是基本单字 不是那种很难的 就基本单字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简单的基本单字 或实用的 就是它 没有什么规则 没有规则的意思是 有些这种基本单字 它真的很简单 有些这种基本单字 这种简单单字 它很复杂 所以这种基本单字 它就分着两种 可是它不规则的 有时候你以为这个字 就是你觉得 基本单字应该很容易 它不是 有些确实容易 有些它复杂的不得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基本单字的时候 我们不能都把它当作 都是 这个字会了 有什么意思 我讲得出来 比如说你会 三千个四千个基本单字 我会了 这三千个基本单字 这三千个意思我都会 你考 我这三千个我全部会 一百分 三千个都会 好像很厉害 三千个你每个都讲出意思 可是假设 如果你真的 每个字只能讲出一个意思 那你根本不了解这些单字 因为一次多慈性 一次多都是在 那你说 那每个字我都认识 可是你无知 无知的地方就是 你不知道它有别的慈性 一个意思 那你说 那我干嘛知道 我当初看这一堂课 上这堂课的时候 或者是背这个单字的时候 就是那个意思 那其他意思 还有其他意思 我哪知道 管我屁事 老师就告诉我 上这堂课就告诉我 这个字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英文教学失败 失败 应该教 我们在学单字的时候 应该要整体来学 所以这就是我开这个视频的目的 当然很多人看不到 YouTube上面就是 没有明显就找不到 怎么找也找不到 这没办法 这是生态问题 就时间久一点 看有没有缘分 像贝尼亚克 就胃痛肚子痛 很简单 I ate贝尼亚克 昨天晚上肚子痛 这个字就很简单 Bad button 肚脐 所以可能有人说 这个Bad button 好像不是基本字 对 基不基本字 这个看很多人编教材 不一定 每个人编法不一样 那我自己的标准就是 除了常见 基本以外 还有实用 我不管你 其他人教英文 是不是Bad button 肚脐 是不是基本单字 那我认为是 你说我英文单字 我认识很多男子 我都认识了 我认识八千个英文单字 可是肚脐 我不会 那笑话 所以就是 你不管英文程度多好 可是一般生活上 你一定要会啊 如果说你念到英文博士了 可是肚脐 不会 鼻梁 不会 脚底 不会 笑死人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 先会 走 再会跑 但如果有的人说 我跑得很快 可是我不会走路 我认识 男的单字 很多个简单的 跟外国小孩子 小孩子有时候 不跟你开玩笑 小孩子不懂事 一下子跟你讲这个 怎么奇怪 我跟大人讲 讲得通 小孩子 他讲了好多次 我不会 小孩子 他就会讲一些生活的 可是生活 我们没有学到 Bad button 就是肚脐 I don't like girls showing their belly buttons 保守一点 我比较保守 快到女孩子 露肚脐 我就觉得 伤风败足 露肚脐的意思 肚脐 I belong 就是属于动词 Those books belong to me 那些输属于我 这也简单 I belong 就是财产 通常加S 叫附属名词 通常加S 财产或所有物 She collected up her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left 她收拾了 收拾了她个人的物品 后就离开了 而Below就麻烦了 她是借习词 又是负词 这种词就很麻烦 所以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 像in I end on by out 这个 Abov above under of of 中 或者off 中之都很 最难 最难 因为她这个 可能好几种词性 而且意思好多 我们看Below 一个 比如说介细词在下方 而介细词跟副词不一样 介细词通常摆在名词前面 副词是通常摆在后面 修士动词比较多 介细词在下面 Vidane Below This line 把你的名字填在这一行的下面 也可以是在什么以下 就是 没有达到某种程度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跟第一个不太一样 The voice below her usual standard 他的这个工作 或者他这个作品 没有达到平常的水平 可能是最近比较忙 或者介绍太多案 没有达到平常的水平 第一位 也是低于 The major ranks below a kernel 一个上校 一个上校 他的关节 位于上校之下 那他有个副词 比如在下方 在下游 在楼下 She's waiting down below 他在楼下等你 也可以在下文当中 For details it below 如果你想看进一步的细节 进一步的资讯 继续往 在下文分解 在下面有提到 下文 如果是上文 就Above Above跟Belove 两个是相对的 那Belt一般是皮带 腰带 Was she wearing a C Belt 它有没有系上安全带 C就是座位 座位的皮带 所以Belt不一定是 你穿在裤子上的皮带 当然一般是脚尿 可是用在座的 车子里面就是安全带 C Belt 也可以是带状物 或环状道路 Above the trees and circuited fields 这个带状的一些树木 包围的 在这个区域 这块土地上面 林立 把它包围起来了 Bench也是有点麻烦 它名词 长板凳 We sat on a park bench and talk 我们坐在一个公园的 长板凳上 然后聊天 也是工作台 The carpenter's bench was covered with tools 这个carpenter是木匠 木匠这个工作台 这个前面是板凳 坐的 这边是一个工作台 一张像桌子一样 两个不一样 前面凳子 坐的 后面桌子 不能坐 上摆东西 Carpenter就充满了 这个很多的工具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一般比较不太熟 也可以上议员 法官 选手 因为很多那个选手 坐在椅子上 准备要比赛 议员坐在椅子上 坐在那个长板凳 尤其是你看那个 英国的国会议员 他不是一个人一张椅子 他是一个长椅子 就是我们后来 就慢慢比喻成 He retired from the bench 5 years ago 那当然这句话 看不错 要看上下文 他五年前 可能是从议员的职位退休 也可能是从法官 这两种比较可能 选手比较不会 但是他可以是 议员法官选手等等 就坐在长板凳上面 选手要随时地步 坐在那边 法官也坐在那个 当然现在不会了 像法官都坐 因为他那个字 他有这个意思的时候 以前是坐在一个板凳上面 到现在不是 像一人一张椅子就不是 可是这个字已经定型了 Band就弯曲 It's hard to bend an iron board 就是铁条 所以Band也是 一次多一次好多 就是要弯曲一个铁条 是非常困难 所以弯曲也是一转向 The road band should left here 这条路在这里 就向左转了 它也可以是屈服 We'll never bend to the wheel turret 我们绝对不会像暴君的意志力屈服 也可以是专注 你看这个字Band 太麻烦了 专注 He bend his mind Don't his studies 他全力专注在他的学习上面 你看还没完没了 又可以当名词 弯路 There's a sharp bend your head 前面 Head就是前面 前面有一条弯路 所以这种字 你说你光是Band 记了一个弯曲 你就说这个字你会了 那就差太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记英文 一般人都不是这样记法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学英文 问题太多了 没办法 所以英文要这样子记 那你可以说你四个 不一定全部记得住 那你至少记两个三个 或者是你至少知道说 它好像有四个意思 你可能只能记一个两个 你至少要知道 它还有不同的意思 以后你看文章的时候 明明这些不是弯曲 它可能是屈服 或专注 你用弯曲解释不通 你至少留个空间 说它好像好几个意思 那显然不是弯曲 那我记弯曲是其中一个意思 其他意思我没有记住 还可以猜一猜 或者你真的猜不出来的话 你再保留一下 总不会像一般人就说 就是弯曲 你再绞进脑子 就是弯曲 可这个字就不是弯曲 头就很大 Beneath也是很麻烦 杰西斯跟父子 Beneath 杰西斯在什么之下 A cat with beneath a table 这个有一只猫在桌子底下 它另外是不值得 不相称的意思 It is beneath him to get angry 就是 是生气 对他生气 不值得的 没必要 没有必要为这种人生气 不值得 不相称 又是父子 父子下面修饰动词 主要修饰动词 还可以修饰形容词 跟其他的父子 Thunder Mountain We can see the very beneath 这边用below也可以了 Beneath 从这个山上 我们可以看到 山上居高了一下 看到下面有个村庄 这个Beneath 修饰C Beneath 是有助益的 有帮助的 Sunshine water Beneath to living things 就是太阳光 跟这个水 都对于生物 都有帮助 Beneath 所以我们一起讲十个字 讯息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频道的视频 可能都有空的话 回看第二遍 第三遍 如果有缘看到这边的话 建议大家先看 这十二个 英文功能性的 这十二个频道 每个频道 可能平均一百个视频 目前 麻烦就帮我按个 十五个头按订阅 这期讲这里